怎么没有人早点告诉我这个黄瓜炒皮蛋这么好吃啊 这可真的不是黑暗料理哦 我相信懂的都懂吧 夏天啊你们就要多做这种简单易做 而且好吃又下饭的菜 喜欢吃皮蛋的姐妹别错过这道菜 黄瓜中间的瓜暖水气很大 给它剔除掉 然后改刀切成小段 加一小勺的盐 抓拌均匀 沙沙水淹个十分钟 皮蛋我是给它煮了七八分钟 因为有的皮蛋啊有流心不太好炒 像这样煮过之后呢就比较好炒 不会糊 锅里面油包香之后下入蒜末跟小米辣炒出香辣味 然后再下入皮蛋 快速的翻炒均匀 给它炒香 炒香之后放盐生抽胡椒粉松鲜鲜调味 因为我比较能吃辣嘛 所以我还会再放一勺辣椒粉 不能吃辣的话也可以不放 黄瓜会被淹出来一些水 我们就直接这样把黄瓜抓进来水倒掉 黄瓜放进来之后呢不要炒久了 快速翻炒均匀大概就是20秒 然后出锅之前放一把香菜 再一直翻炒五六七八下 就可以马上起锅装盘了 这道菜不管是下饭还是下周都好吃 你们赶紧试试看吧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